一张张色彩鲜艳照片 记录着宜兰南澳湘旧部落的美丽风景 为了启发孩子们影像创作的能量 罗东社区大学摄影社今年4月 带着乌塔国小5到6年级的学生 在前往旧部落寻根过程中 透过摄影留下难忘的回忆 觉得上山比较有趣 因为自己拍就觉得很寂寞 然后有老师拍觉得比较好 好玩 因为摄影老师都会在旁边教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在三天两夜的寻根活动中 乌塔国小学生们走过南澳古道 和神秘湖等地方 过程让学生印象深刻 而摄影作品也集结成册 这一次我们寻根之旅 小朋友是穿着我们的泰雅传统服 走回我们自己的土地 让整个活动进行过程中 家长 老师跟学生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也留下美好的所有的作品 就在现场有50幅 乌塔国小校长感谢社区大学摄影社热心指导 为学生们这一趟寻根之旅留下完整记录 摄影作品预计8月将在宜兰现实馆展出 让民众从原乡学童眼中的世界 看见他们丰沛的影像创作力 记得九股打举以来南澳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白沛地